就從汐止和平街46項七弄底進去街後方 且東西步道旁原本上頭的香蕉樹竹林等 還有被民眾佔用種菜還有雜物都已經清走 原本數量太多一清就是五車一清開 也發現排水溝真的好多雜物阻礙排水 整體景觀也不好 以前都是香蕉圈 菜園 還有一些柱子 豬子 本數很多 蟒糖 蟒糖有夠多 還會炒 所以今天我叫這個地主 國台的地主 和經濟部的地主來跟你們整理 這次會穿這樣 所以一定要來做水膏 這個水膏不做起來 一定會探大水 之前因為涉及到私人土地的關係 所以只做到前面一段跟後面一段 那中間這一段因為有涉及到私人土地的關係 沒有把它連接起來 但是可以看到 現場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排水管 一些住宅區的排水管 那今天僅水利局過來 就是希望把這一整段 涉及私人土地的部分 那把整個香蕉 未來要把它做一個完成 在幾乎陳情號 4號 上午議員張錦豪也邀請相關單位人員 現場會刊 討論如何引導這裡的排水 因為這一塊地部分是公有地 又部分是國泰人壽的地 現場市府水利局就建議 可以將這個排水溝的水 導引到一旁步道的香寒 這樣也不會牽涉到私人地 而里長只是希望能夠一併綠美華 做這個水溝 讓它比較不濃 蟲也比較不濃 讓它為了我們社區的環境 讓它比較好 以後看來 利美化 用一個利美化 讓它公園 那水利局這邊是建議說 他們是希望可以在公有土地上面 把這些水引導到公有土地上面 盡量不要在私人土地上面 所以這裡我們一個月 請他們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把這附近的一些水管香寒 把水導引到 像防汛道路下面的香寒 如何將這裡的排水香寒 接起來在會看後 也請市府水利局在一個月決定 並且盡快地改善 解決周邊排水不良的問題 這層慧玲希子採訪報導